義大利黃金蜂 你確定它不會盯人嗎 不會 義大利黃金蜂 就是現在最主流的 這個養蜂人使用的蜜蜂 那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比較溫馴 而且它的產蜜量比較大 蜜蜂耶 所以你就是真的把這個蜜蜂 養在自己家裡的陽台 對 沒有錯 其實可以很靠近 它都不會就是有攻擊的行為 蜜蜂蜂 蜜蜂 你會用流的方式 自己也自動流下來 因為我們在這個裡面的槽框 我們是用3D列印的方式 是 我們在裡面做了一個角度 所以讓蜜蜜它可以用流的方式 自動流就可以流下來 自動流就可以流下來 待完得一定 愛因斯坦曾經預言 地球上的蜜蜂一旦消失 人類最多只能再活4年 蜜蜂除了擔任授蜂 維護經濟作物的生長之外 抽編的副產品 也廣受大家的喜愛 在從前 養蜂是一門專門的行業 需要竹花朵而居 而現在竟然有人在城市裡養蜂 這有可能嗎 而且功德一見 你看又可以富裕整個生態 生命又可以延續 但是安全嗎 還好我今天全副武裝 不然被蜜蜂叮到那還得了 而且在大樓裡面可以養蜂嗎 會不會太危險啊 稍微哥 你這樣穿會不會太誇張 其實城市養蜂可以是非常簡單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裝備就是 我們就一般的穿著都可以去做城市養蜂這件事情 所以你是養蜂的人喔 我們的團隊開發了一個 讓一般人可以很輕鬆的去參與城市養蜂的一個養蜂箱 你都沒有被蜜蜂叮過 實際上我們把這個就是養蜂的步驟 簡化到非常的少 就只要一般人他都可以就是 不需要很常去開箱 所以他在這個過程中 不太會被叮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沒被叮到跟你健身無關 無關 你變這麼壯難怪不會被蜜蜂咬到啊 跟我們的設計有關跟健身無關 所以這一個設計是你們自己研發的 對… 可以養蜂 而且安全 聽說還可以這個採蜜 對… 我們就是要讓一般人他可以很輕鬆的去做到 快速的小量採蜜 自己去享受在家裡採蜂蜜的一個樂趣 在家裡都行 對… 我去看 好 沒有問題 現在就走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 所開發的養蜂設備 這你們的蜂箱也太潮了吧 這個是… 這個是不小心貼上去的 還是沒有撕下來 這QR Code耶 對 這個是我們的網站 就是如果有興趣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 就是比較詳細的內容這樣 所以這整個都是你們設計的 對 整個都是我們團隊設計的 然後蜜蜂就會住在這裡 然後會採蜜放在這邊 對… 我們到時候會有合作的蜂籠 讓一般人可以去取得他們的第一批蜜蜂 蜜蜂進來之後 他們就會不斷地繁殖 這個主要就是下面這個繁殖箱 他們會在這邊做繁殖 你說這裡是一個繁殖箱 對 也是他們生活的地方 對 主要蜂王生活的地方 會在下面 工蜂到時候多了之後 他們會往上去做一個發展 那我們就會在上面去插上這些 就是我們可以去方便採蜜的一個採蜜草 到時候採到的蜜會 他們會放到這裡 對… 那這兩個是做什麼用的 到時候這個可以放滿六片 就是這是初始的 就是類似傳統的這種槽片 這個…這怎麼… 你要不要示範一下這個怎麼組裝 一開始呢 我們跟蜂籠拿到第一批蜜蜂的時候 就是會在這個槽片上 會有這個滿滿的蜜蜂 滿滿的公蜂 跟一隻女王蜂 那你就… 一般的使用者就把它這樣放進去 直接放進箱子裡面 對… 間隔大概5mm左右的一個距離 所以如果要養的時候 要去跟蜂籠拿蜜蜂 對…拿第一批的蜜蜂 那你們這是什麼蜜蜂 意大利蜂 意大利蜂 意大利黃金蜂 你確定它不會盯人嗎 不會意大利黃金蜂 就是現在最主流的這個 養蜂人使用的蜜蜂 那它的優點就是說它比較溫馴 而且它的產蜜量比較大 方便管理這樣子 難怪你都不用帶我們什麼袖套 這些都不需要 對… 傳統的觀念認為 養蜂要養在鄉下或野外 才能成功的產蜜 但其實並不然 因為鄉下種植許多經濟作物 常有農藥的污染 許多蜜蜂接觸農藥後失能 回不了潮 因此全球許多的城市 開始流行於都市養蜂 要將數量日漸稀少的蜜蜂 慢慢地找回來 這個如果沒有這樣我們介紹 好像在家裡做這個積木的 這個是… 我們就是要把它做到非常簡單 一般人都可以很輕鬆地去做 你說到時候蜜蜂 進來這個蜂箱裡面之後 對… 它會慢慢地… 它會從裡面的洞往上爬 對… 然後爬到這裡上面來 對… 然後去做它的蜂蜜 蜜存在這裡 那我們怎麼取 我們取蜜的時候 就是這個後面其實是會有一個 像這樣的蓋子 對…像這樣的一個蓋子 那我們在取蜜的時候 把這個導管 3D列印的導管把它插進這個軌道裡面 對… 插進去之後 把蓋子拔出來 拔出來它就會流下來了 對… 蜜會用流的方式 自動流下來 因為我們在這個裡面的槽框 我們是用3D列印的方式 是… 我們在裡面做了一個角度 所以讓蜂蜜它可以用流的方式 用重力 自動的就可以流下來 對…沒有錯 而且滿厲害的是你們這邊 還用壓克力 對… 壓克力還可以觀察它的蜜的狀態 是怎麼樣 對… 然後蜜蜂在這裡工作的時候 也看得到 對… 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Logo有五個大臉是… idea是來自於洛基山嗎 沒有 這個五個大臉 是我們團隊的一個成員 所以就是你們五個人完成這整個 對… 蜂蜂的設計 沒有錯 而且你們平均年紀都很輕吧 你們大概都幾歲 我們都…年紀都一樣 都是22歲 你們才22歲 沒有錯 逸廷跟四位大學學生 共同組成了研究團隊 花了一年的時間 研究蜜蜂設計香草 砸下了十多萬 用無毒材質列印出蜜蜂的家 並改良傳統的繁殖箱 多了便利的急蜜槽框 還加裝了電子設備 以監控溫濕度和蜜蜂量 聽一聽說的頭頭是道 我倒要來看看 究竟在公寓裡要如何養蜂 這邊就是我們在台北的一個實驗陽台 真的有蜜蜂耶 所以你就是真的把這個蜜蜂 養在自己家裡的陽台啊 對 沒有錯 其實可以很靠近 它都不會就是有攻擊的行為 而且滿多的耶 對啊 你這樣養多久了啊 我們已經實驗了大概半年多的一個時間 所以外面在那邊串的都是公蜂 沒有錯 外面的這個都是就是公蜂 他們去採蜜回來這樣 可以打開看一下嗎 打開整個蓋子嗎 可以啊 稍微看一下 會不會很可怕 不會不會很可怕 你練那麼壯師 因為要常常要打開這個 不用 就是一般人都可以很輕易的操作 就這樣子 你確定你養到現在都還沒被釘過 沒有 它不太會釘人 沒有 你剛剛看到的就是底下 他們真的待在這裡有一段時間了吧 對啊 但是現在因為就是沒雨的關係嘛 他們現在就是本來上面是滿的 就是整個蜜蜂是密密麻麻的 是 對 現在就是比較不穩定 像這個就是全部他們自己煮的喔 對 沒有錯 這個都是他們自己建起來的這個蜂蜂 蜂蜂 對 蜂蜂可以吃嗎 蜂蜂可以啊 它就是咬一咬吐掉 本來它裡面就是純蜂蜜 蜂蜂 對 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是懶得收蜂蜜的話 就會直接把它切下來 就整個整塊 嚼這個蜂蜂蜂就對了 對 然後順便可以吃到它裡面的蜂蜜 對 那我在嚼它蜂蜂的同時 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在攻擊他們 不會 你確定 你不用那麼害怕 你要不要 這個蜂蜂是可以吃的嗎 對啊 可以啊 你就直接這樣 我們一個人一個嘛 可以啊 你先示範 它喔 它拿的喔 就這樣 這可以吃 對啊 現在不要吞下去 因為它就是蜂而已 然後 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對啊 沒有 因為它現在裡面沒有蜜 所以它就不會有味道 對啊 沒有味道 那會不會這個顏色比較深的有味道 沒有 這個顏色比較深的是 之前有幼蟲的 這有幼蟲 你那個不是 你那個是沒有的 葉廷說 蜜蜂最遠的飛行範圍 其實高達方圓三公里 再加上都會區部分種有樹林 即使是台北市區 周遭也有河濱公園 就算是沒有花朵可以授焚 蜜蜂也能採集樹蜜 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都市的冬天溫度 通常比鄉村溫暖 更適合蜜蜂居住 城市養蜂真的是好處多多 同學 這樣看起來 我在旁邊觀察 牠是真的還滿溫馴的 對 但是養在家裡方便養嗎 要怎麼樣去照顧牠們 其實平常你就是這樣放著 牠不像就是貓或狗 你平常需要去打理牠 牠其實並不需要 因為蜜蜂牠自己會出去採蜜 然後自己會回來 牠就像人一樣 牠白天工作 然後晚上就會休息 你就這樣放著 那有一些有時候下雨或什麼 雨比較大的時候 或風比較大的時候 你稍微過後要檢查一下 看牠家有沒有破壞 所以基本上牠們是屬於一個 自給自足的狀態對不對 對…你除了採蜜的時候 其實也不太需要去做一些 額外的一些工作 那你現在養到現在已經 你說半年了嗎 對… 那牠們現在的發展狀態好不好 其實還不錯 整體都還不錯 我們在前兩個月 收到了不少的蜂蜜這樣子 你沒有收到蜂蜜 對… 我有留下來嗎 有 這邊就是我們在上個月 採集到了一個蜂蜜 就是從我們這個 從這裡採的 對 從這個蜂蜜裡面 就採集到的蜂蜜 那少爺哥你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自己養蜂 然後自己採的蜜 沒錯 那這有加工過嗎 沒有 就是真正的蜂蜜 就是你講的把那個導管 放在旁邊 它留下來 然後集成這樣 對… 很透耶 對啊 這直接就可以飲用了 直接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吃了 對 對 都沒有加工過 沒有 味道怎麼樣 好神奇喔 而且很濃郁耶 對啊 這就是這附近的花朵的這個 花蜜 然後蜜蜂把它釀成這個蜂蜜 好好吃喔 很甜 太方便了啦 這種就叫做百花蜜 就是我們一個在叫的話 就是它叫做百花蜜 就是什麼花種都有可能 對… 對… 因為就是某一些記者 而且你每個記者採到的蜜 它的味道跟顏色都不太一樣 在層次裡面 真的很便利耶 所以我相信這個未來 經過我們節目播出 應該很多人會開始考慮在家裡 養一個蜂 對 沒錯 其實很方便 因為可以…又好照顧 對 又可以有新鮮的蜂蜜 沒有錯… 厲害 太厲害了 在台灣 投入城市養蜂的人數 已經逐漸增加 養蜂不僅可以重建環境 可以取密自用 更希望能夠藉此營造出 新的都市生活型態 在家 也可以體驗生態教育的樂趣 讓大人小孩 都能學會舞風共存 也讓水泥叢林 可以成為人和昆蟲 和諧共族的樂園